我是看到有很多的證據來說 我們的上層是給了個明示或者暗示給警隊 你可以放手 為所欲為 沒有監管機制的 傳報來說 就是他所有 你就問他你的委任證是什麼 他都不理你的 他都不理你的 也都是他出來說也有蒙面或者各方面 我覺得在這些運動之中 另一個方法的手法我是很不喜歡的 就是臥底 臥底一般來說 在臥底裡面 以前做的臥底是什麼 是你去到那些組織 那些組織來說 你很難滲透進去 拿不到他的計劃的 但是現在市民的抗暴行動來說 有什麼組織呢 就是在現場的 你不需要說臥底進去的 我真的很想問那些臥底 根據法律來說 臥底第一條守則 是不可以做犯法的事情 第二條守則 他一定要每天做好他的 lock book 我們叫做筆記 到現在為止 他沒有說到這個臥底計劃 有什麼時候開始的 如果是有什麼時候開始的話 你拿了他們的證據 他們的lock book 他們每天要記下他們做過什麼 拿出來 給人看 給法庭去看 如果不是來說 你這樣臥底來說 我就會覺得 因為我們如果大家知道 現在所說的暴動 或者是煽動罪來說 其實最大原因就是 你在現場 如果你臥底來說 我真的想問一句 你臥底來說 你本身也是在現場 你不是在犯法嗎 你本身在現場 你在犯法嗎 我希望你拘捕的人 不是純粹因為他在現場站在那裡 而是他有做別的其他行為 否則來說 你拘捕的人 你本身就是共犯 你本身就是Joy Enterprise 在那裡 你站在那裡 這樣的情況 你或者都是間接 或者直接鼓勵了其他的人 去爭取一些東西 你是教唆 鼓勵 你是共同政犯 我希望他拘捕那些 是真的見到那些人 是有做其他的行為 而不是愚蠢蠢站在那裡 那你就拘捕 這些臥底的手法很頑皮 他們都應該是用正面的法律 是啊 他因為本身來說 如果你說是非法集結 是因為那裡被定性了做為非法集結 即是你不合法 那你有幾個人來說 有做了一些定名行為 然後引起定名的恐慌 那你站在那裡來說 你不是共犯嗎 你不跟我們黑社會 因為黑社會的運動 不會說加入了一個臥底 那黑社會就是犯毒的 黑社會本身就是犯開毒的 你進去就拿情報而已 但是在這些運動之間 你然後扮成示威者 我相信你一樣有叫 有成各方面來說 其他人見到你這樣 你不是大家同一夥嗎 不是共同政犯嗎 你說你是臥底 我覺得你是共同政犯 我在法律上說 你都在做一個非法行為的 我相信還有一個黑暗 不一定是最黑暗 但是大家會在想 香港的法律還守得多久 如果是這樣 因為我們在拼命守 但是所有的監察機制 不是我們能力範圍之內 那你的監察機制崩潰 只會令到整個制度崩潰 那法律只可以保護了 在被崩潰制度之下 我們可以接觸的人 但是另一方面的 手持公權力 手持武器 然後沒有任何監製的情況之下 他會繼續在這個崩潰的制度之下 繼續是濫暴 濫權 濫用暴力 那作為一個法律人 你只是守 你守得多多 還有你可以發生的肛 可以發得多多 發生的肛 所以是 那個情況不是樂觀的 我想問多一下 其實你有去到那個生活領 就是那個拘留中心 沒有進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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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外面 其他那些團隊進去 因為他們 就是剛剛看到那些渣車廂 裡面好像很 跟一方的拘留中心是不一樣的 你不可以以這些地方來比較 是另外一道 就是不可以和我們熟悉的警署環境 因為那個拘留中心就不同一樣的 但是同樣的情況是 你面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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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合作 那方面來講 就是 在任何的 現在的情況之下 都是一樣的 那你自己 就是我們看到大陸的回饒師呢 就是受到很大的壓力 包括他們的發展的黑暗 都是看到 那現在香港這個情況 你覺得和大陸的發展 就是比較會怎樣呢 我們現在香港 還是守住我們的普通法 還是守住 但是我們可以守的 和制度崩潰之下 是我們的能力有幾大 因為我們只可以在法律上守 但是我們是沒有能力 是去把制度扶正的 我們沒有的 我們只是被捕的話 我們盡我們的能力去保護它 但是那個制度的崩潰呢 是越來越嚴重的 如果這個制度的崩潰 是越來越嚴重的話 就是和國內的所有的現象 都會是一樣的 那種無助那種吶喊呢 全部是同一個形式的 只是我們現在 它還是給你探望 給你去給意見 那就是 就是在這方面來說 是比國內好的 國內探望給意見都沒有 但是我們的探望 我們給意見來說 如果是不停拖延 和不停拘捕 不停的阻滯 和地方時空任它調動的話 是個效果有幾大呢 是令人質疑的 那你覺得誰在這裡充滿這個制度 一定是 特區政府 和所有的統治者 可以統治香港 是不是 就是 你 你根本是 你給個信息出來 就是 就是 所有的 我們是很不明白 我們就是律師在想著 為什麼在兩三個月之間 會變得這麼厲害 要變得這麼厲害 所以如果是變得這麼厲害的時候 就是 制度的崩潰 是看得出來的 因為以前的警隊百分之一百 不是這樣的 是啊 全部不是這樣的 就是雨傘運動那時候都不是這樣的 不是這樣的 就是雨傘運動 是這兩三個月不同的 全部以前都一定不是這樣的 是不是有些指令 是他們直接上來 我們是 這個指令來講 是直接或者間接 就是大家都不知道 但是如果你是 這麼多的案件 這麼多的不追究 這麼多的容忍 這麼多的理由 不去成立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 是令到 我們不解 我們很不滿意 我們不接受 也都是給了警隊一個訊息 是你繼續去做 你繼續去做那些事情 因為大家都知道 這個是已經是過了執法的位置 你是執法來講 一向是你一定有正確的理由 用必須適合的武力 我們的中心庭也都講了 如果你是擁有公權力的紀律部隊 你是用了當時不適合 不合理 不是必須要的武力 就是非法的武力 很直接的 現在看回所有的拘捕個案 是合理的武力嗎 是必須的武力嗎 當一個人已經被你拘捕了之後 你仍然用武力來講 這個根本已經是國際的暴行 這個跟我們國際上所講的虐待 或者是我們所講的一個torture 國際罪行之中的torture 或者我們國際罪行所講到的 the cry of war 戰爭罪行 相差不大了 這些完全是我們所講的 在我們讀國際法的時候 the cry of humanity 是人類人性的罪行 try against humanity 我希望高官或者警隊的知道 這些所有的罪行try against humanity 違反人類人性的行為 和這些暴行torture 這些所謂的 就是毆打這些暴行來講 是全世界的法院都有審判權的 這個是universal jurisdiction 全世界法院有審判權 不是說發生在香港 香港法庭就有審判權 如果去到這些情況的話 你在別處被抓的話 當地的法院就可以審理這些暴行 我希望的信息是很清晰的 就是如果所有的民主國家 你不止美國 連德國、加拿大都出聲的話 所有民主國家 就是他們為什麼會出聲呢 完全是關於人權、人道的立場 你不可能說其他所有的國家 都是不合情合理的 所有的民主大國都出聲來講 大家政府的高層是他們的prime minister 他們是研究過所有的情況而有著出聲的 那個信息就很簡單的 就是你們在做一些事情 是違反國際人權的 你們在做一些事情 可能是去到我們是違反人權的罪行 或者是我們在國際法庭所講的暴行、虐待 就是說這些差不多 如果你看一下在地鐵裡面 這樣打法律這些事情來講 這些全部根本就是一種恐怖行為 在地鐵裡面這麼吐 就是所有這些來講 國際要關注 不要輕而易舉 說這些是外國勢力 這些人性的光輝的方面 是反映人性 反映對法治精神的信念 我們的信念 在這方面來說 就是將來的制裁 是怎樣的情況之下 就是當然很多高官來說 你影響不了他們的 他們很多財產或者各方面 已經很多地方去了 但是基層的警員 警隊的人士 是不是你們會是 就是你們良心安不安安 還有就是你們怕不怕 國際的制裁 那你自己有沒有覺得 見到這個暑光呢 就是怎樣堅持下去 我相信你們的付出 都已經到了很疲憊 我們是很累 那就是很多同事都是說 很不開心 還有心淡 就是 但是我們沒有可能是放棄的 在這次今天 大家齊上齊下 是沒有可能放棄的 因為 就是 每個人要在自己的崗位裡 去盡量 做自己應該做的事 你覺得香港還有沒有希望 當我要想很久 然後我才回答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唯一覺得香港有希望的話 就是因為香港有香港人 還有一幫很可愛的香港人 一幫無權無勇無勢的香港人 一幫是你可以接觸到的香港人 他們是沒有權 也都是沒有勢 有權有勢的人 不會走出來示威遊行 有權有勢的人 他講一句話 有十幾個米兜幫他收 無權無勢的人 只是走出來 走出來都不行的時候 然後 找自己的身衝出來 所有在前線的 都會是 在現在的法制之下 會被判監五到七年 他們的付出是很多 所以不要捨棄他們 他們為我們犧牲 不要捨棄他們